这两天有个叫熊哈这个女的 发制品一直在强调韩服韩服韩服 说自己某一个MV里边的内容啊 完全就是韩国文化 也生成是韩味满满 那咱们就来看几个截图 还真是韩味满满 完全体现了当年作为附属饭的那个味道 不论是中国人发明的伞 还是写满了汉字诗句的扇子和屏风 都是把百年型的李氏朝鲜风情 斩见了淋漓尽致 既然说韩服 咱们就得来说说这个韩服这个名字 命名大概得是啥时候 1897年大棍子帝国才成立啊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啊 才能依这个国名叫韩服 之前有理拍了一些视频说的很明确啊 棍子们真正的服装到底应该是啥样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翻问之前的视频啊 感谢一键三连 咱们既然要扒就给他扒个溜干劲 咱们就先从他老祖宗讲起 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啊 李氏朝鲜的服装是明朝 刺过去的 那李氏朝鲜前的高丽 新罗 他们的衣服到底从哪来呢 在这之前 咱们就得先讲一下高沟丽 棒子们现在都在说啊 高沟丽是他们的老祖宗 高沟丽政权 为西汉建昭二年 由浮渝人朱蒙建立 其政权呢 三至两千 初期的都城啊 在辽宁还人 公元三年啊 迁都吉林吉安 427年的时候啊 迁到了平壤 强盛时期啊 东邻日本海 南临汉江流域 西北跨过了辽水 北边到过灰发河 甚至还到过松花江 高沟丽建国之初的国号啊 叫祖本浮渝 公元14年 占领了高沟丽县 才改名叫高沟丽 咱们来看一下高沟丽的壁画 再看一下高沟丽时期的衣服 从高沟丽的王室服装 能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的影子 说到这儿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 半岛的三国时期 除高沟丽之外的另外两国 百计和新罗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三国啊 新罗笑到了最后 所以我们就先讲讲百计 百计是浮渝人南下朝鲜半岛的西南部 所建立的一个小国家 而除百计之外的两国 一个是高沟丽 另一个就是新罗 这三国家形成了数百年之久的半岛三国时期 公元660年 唐朝与新罗联军一起勾打百计 百计灭亡 在百计的历史中啊 他求过北魏 也朝贡过南梁 直到百计一词王啊 与新罗连年交战 从而亲密高沟丽和窝国疏远了唐朝 导致啊 新罗有机会亲密唐朝 并请求唐朝啊 出兵攻打百计 而唐朝也是多次劝解百计啊 不要攻打新罗之后 百计还是不听 终于在659年 唐高宗派苏定方领兵十三万 攻打百计 新罗呢 出兵五万帮助 最终的结局啊 就是百计啊 就是百计被唐朝划分了 雄进 马寒 东明 金莲 德安 这五个都督府尔高中 公元671年 百计的故地啊 并入了新罗 新罗将这三国统一 新罗贞德女王二年 荆春秋赴唐 请求改变新罗的服饰 并希望能够尊心唐朝的理智 唐朝应允 从贞德王三年开始 新罗开始仿制中国服饰 新罗文武王四年 下令妇人一服从中国服饰 文武王五年 春二月 一参文王族 以王子之礼藏之 唐皇帝前使来调 遂尽赠子衣 族见当时的新罗啊 依旧无法接触到 紫色这样的高贵颜色 更别提能穿上紫色的衣服了 除了服装颜色 所代表的等级之外啊 也能看得出来 唐朝礼制和唐朝服饰 对于新罗的影响 公元918年 太封郡主公义部下 启示推翻了公义 雍立王健为王 935年合并了新罗 936年灭了后百计 从而从真正意义上 实现了三韩统一 高丽由此而来 虽然统一了 但是在高丽 三十四代君主 四百七十五年的历史上 却对外先后向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 北宋 契丹 金朝 蒙古 明朝 等等大部国家 陆续称臣 体制上 高丽效仿了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 而服装呢 则是跟随着各个 俯首称臣的国家而变化 具体咱们可以看到 高丽的开国郡主王健的画像 其灵感来自唐朝 1392年 李承贵被高丽公让王自立 建立朝鲜王朝 高丽王朝正式灭亡 永乐年间 明朝赐服朝鲜 使得朝鲜王朝终于有了衣服可以穿 回顾半岛两千多年的历史 半岛的服饰 皆是随着他们投诚的对象而改变 而大棒帝国 仅存活了1897年到1910年 这短短的13年 可别小瞧了这13年 就是在这短短的13年 可以自由发挥 创造自己衣服的历史中 创造出了露出大胸婆子的衣服 要不是小日子占了他们 他们会露到何时呢 文化自信 不要自觉于祖先 更不是胡编于历史 那不叫文化自信 那叫文化流氓 可笑至极啊